路亚翘嘴想要调货它就必须要了解它的行为和能力 翘嘴是一种能够达成技巧性调货的鱼种 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将持续更新翘嘴系列 首先翘嘴是没有胃的 它们不会存储食物慢慢消化 也没有一日三餐这种说法 一根肠子到底也不存在冬眠 所以全年的全天只要嘴到嘴边都会咬 至于咬不咬得重那就要看水中的含氧量了 翘嘴是靠速度来捕食的 这就需要大量的氧气来支撑 含氧量不够的时候不是它们不吃 而是它们真的跑不动 小个体的翘嘴是杂食性的 越大肉食性越强 并且没有捕食技巧 靠的是速度和蛮力 盯住一条就会追着不放 所以掉小翘嘴 你只要想方设法让它看到你的耳就行 那么成年翘嘴就有意思了 它们会尾随会伏击 会有策略性的进行伪劣 而且成年翘嘴作为顶级猎手 它们就非常懂得以最小的消耗 获取最多的食物 所以它们不会浪费过多的体力 来进行远距离的追逐 它们更喜欢尾随 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 它们喜欢跟着尔鱼到达岸边 并没有退路的时候 再发起攻击 并且翘嘴具备传播能力 出水上岸的鱼跑了之后 很容易导致停口 而且翘嘴的记性也很好 同一款应对同一鱼群的时候 掉久了它们就会识别的出来 不会再咬 被垫过网过的区域 大半个月都不会再来 被反复伤害过的翘嘴 可以形成永久性记忆 越是活得久 越是胆小谨慎 翘嘴都是大白天躲在深水区域 很少活动 只有在晚上才会出来大范围觅食 所以晚上是吊翘嘴最好的时机 这里说一下它们不是怕光 而是白天不利于自身的隐藏 灰心里面的翘嘴 大白天就比晚上好吊 翘嘴的侧线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 是它们的耳朵 能够判断大致的方位 眼睛才能让它们实现精整的定位 流水环境最重要的是 让它们先看见 静水环境更重要的是 让它们先听见 然后再用假耳呈现针鱼的姿态 达成技巧形象货 关注一波 下一集我们来讲 路要翘嘴 怎么样找鱼